这个地方加个平与冒号 怎么加是最好的 当然我刚刚讲过了 你可以在什么 每个这个过清前面加 平与冒号 问题这样不OK 为什么太多个重复了 所以我接下来怎么做比较OK 其实要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加在哪里 加在这里 它这边是什么 最后输出的话 它会是BMI冒号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那个 它BMI的词 但是后面要一个平与 可是哦 它必须要一个换行 那怎么样换行 换行上个礼拜讲过 你可以怎么样 反斜线N不就好了 然后再加什么 平与两个字不就好了 OK 所以这招也是可以值得学起来 所以format 它不是说只能针对BMI那个字做格式化 它其实是一个文一串 BMI本身的话呢 它只是说把BMI这个数字 放到这个大瓜糊的位置里面 那会跟那个一串文字 把它mix的很好 这个部分的话就很好用了 因为你就不用去管那个什么 管变数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变数如果要串在字串中间的话很麻烦 为什么要转型嘛 然后要串接 如果你用format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所以这个format太好用了 后面很多地方 连那个你要跟资料库串接 这个format也拍得到用场 非常好用 蛮推荐各位一定要把这个好好学会 所以要换行 然后再来就是把那个过轻的部分 把它放 如果是过度肥胖 那就把过度肥胖放到后面去就OK了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做到这样子 到底会不会OK呢 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身高比如说185 然后52好了 OK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评语 忘了打评语 评语 这边的话后面再加个评语两个字 换行然后评语 冒号OK 好这边再把它输出 所以它这边的话就身高体重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就会出现BMI冒号 诶有出现了 评语有出现了 但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呢 诶 奇怪 冒号后面呢 怎么再多一个换行了 诶 其实为什么会多一个换行呢 主要原因是 因为呢 我们这个printer 这个方式 这个函数 它一定就是你只要输出 它就会帮你换行 这是固定的 但问题如果你今天 假如说你不希望说 它输出资料 顺便帮你换行的话 有个方法 什么方法 你可以在这个printer 这个叙述的后面加另外一个参数 逗点 等于多一个参数 那参数部分的话呢 它后面还有很多参数了 其中有一个叫end end就是说呢 它的尾巴 有没有 尾巴等于什么 尾巴意思是说 它最后面那个字元 一定是enter 那如果说你那个 你要把它取代成别的的话 你假设你要把它删除的话 那你就end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没有的叙述的话 就是没有字 没有字的话呢 就是打两个双引号 就是没有字 意思是说呢 帮我把那个换行那个字元 把它删除的意思 就是不会换行的 所以要特别注意 只要加一个什么 逗点end等于没有 这样子的话呢 就大功告成了 那这样的话呢 它评语后面 就不会自动帮你多一个换行 那你后面的评语 就会加到这边 那就完成 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所以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这边执行 那一样 所以最后的final结果会不会一样 185 52 enter bmi 有没有 冒号 跟评语 是不是过重或过轻 这样的话呢 我把它放大一下 理论上呢 做出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要的 就是这样 OK 就符合我们要的结果 所以重点再回顾一下 特别注意这个地方的话呢 重点就是呢 在 这个format的里面 这个双银号 前后双银号里面 多增加了一个什么 一个 反斜线N 就是换行 然后平语帽号 平语帽号后面呢 因为它print本身会自动帽你换行 所以你只要再增加一个 把那个end等于空的这个部分加上去 它就把平语直接加到这个后面 那就要完成我们要的这个效果 那好处就是你不用 平语帽号 平语帽号 每个地方都要加 OK 当然缺点的话 就是你要熟悉format的用法 多学了一些东西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这个最后做完的这一串城市 云端上其实也有 你们可以再参考一下 那我把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OK